大家好 欢迎收看SUPER搞笑视频 前面我不是说笼子里的两根木棍被鹦鹉们卸掉了一根吗 现在就只剩下这根咕咕丹丹的木棍了 鹦鹉们根本没地可占 于是为了能让它们有地可占 我就给它们买了一根加出的木棍回来 看上去还真的有点粗 但是谁能想到好心给它们安装上 却没有一只鸟杆站 全部都沾到上面的小棍子去了 我在想不就是棍子出了点 样子超了点 看上去不怎么漂亮吗 它们也不用那么嫌弃吧 一个个都沾到上面去 是什么意思 于是我把小凤放上去吸了吸 没想到这一吸把小凤吸出了脾气 只见小凤原地转了一个圈 然后抬起小腿就想说再见 不知道是腿太短还是兜太高 它有点够不着 开始对着兜就咬 我不知道它对这个兜的意见到底有多大 反正我要是那个兜兜 我看到都有点怕怕 生怕等一下就被小凤给拉下 也有可能是木棍太胖久 小凤给完就赶紧跑开了 那么到底是这根木棍太大 鹦鹉们看到害怕 还是说这根木棍不够好看 它们不喜欢呢 我还是先观察一下再说吧